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纽约时报今天报道 前总统川普及盟友 打算如果川普在2024年大选胜出 并将于2025年大幅扩张总统权力 并限缩某些独立联邦机关的权限 倘若谋化成功 美国行政架构将因此出现变化 朝向中央集权发展 川普先前已经表示 如果再度入主白宫 上台后将下令对拜登总统展开犯罪调查 还将让水门案事件之后 司法部不受白宫干预的独立传统画下句点 另外川普想要恢复前总统尼克森以来 遭到国会禁止的扣押预算手段 也就是国会虽然对某些计划完成拨款 总统仍可出手挡下 中国打算撤销数十万职业文官的公务员任职保障 计划在各个情报单位 国务院及国防部门展开肃清行动 剔除仇恨我们国家的病态政治阶级 加州工作人员在三位数的热浪中与四场野火搏斗 南加州河滨县的兔子大火造成的损失最为严重 大火移平了近8000英亩的土地 火灾造成一名妇女严重烧伤 兔子大火始于周五随后迅速蔓延 威胁到150多座建筑 并关闭了多条道路 一些地区引发疏散令和警告 加州消防官员今天表示 这场大火已经烧毁了7950英亩土地 火势目前被控制35% 除此之外 还有Ridge大火、Highland大火和Gavilan大火 分别都于周末发生 气象学家说 死亡谷长期以来一直是地球上最热的地方 周日死亡谷的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温 华氏125.6度 在亚利桑那州的Bug Eye 周日的高温夺走了一条生命 一名老人在沙漠中骑车时被发现死亡 全美今天约有8300万人受到高温警告或建议 创纪录高温的中心向东 从加勒弗尼亚州转移到亚利桑那州 新墨西哥州和德克萨斯州 预计今天有6个州创下20项与高温有关的记录 德克萨斯州奥斯丁西部布兰科市 在严重干旱的情况下处于最高级别的紧急供水状态 由于问题持续存在 官员们要求社区成员停止一切不必要的用水 布兰科市最近的节水问题从6月中旬就开始 官员们说当时供水的峡谷湖水库水位太低 而无法运转 几个月来峡谷湖的水位一直在下降 截至今天峡谷湖水库的水位低于73% 一种新药多奈单抗被誉为是抗击阿兹海默症的转折点 一项全球实验证实它能减缓认知能力的衰退 这种抗体药物可清除积聚在痴呆症患者大脑中的一种蛋白质 从而在疾病的早期阶段起到帮助作用 该药对阿兹海默症有效 但对血管性痴呆等其他类型的痴呆无效 在试验中它似乎能将疾病的发展速度减慢约三分之一 使患者能够保留更多的日常生活和任务 如做饭和享受爱好 更多详细的报道 请及时收看即将播出的话语电视晚间新闻